就是有一次出来看电影 那一次不知道是 夏年雨还是干嘛 就是不愿意出来了 但是他也给我出来了 不是不是不是 他停了车之后 根本就不是这回事 是因为我们约定好了 六点半 他就默默唧唧 然后等我们到 电影都已经快演完了 又要买票 然后就不高兴 再说这样那样 你从来就这样 默默唧唧唧唧唧唧唧的 你看你学个驾照 十一年了还没学完 你学什么你说 你说我那个驾照开张 到现在这样破产了 你都还没学完 你还讲什么 你就最喜欢拖拖拉拉 耽误时间 每次吃饭也是这样 是的 我这个是手动挡 感觉不敢开 也没去学 你没有不是没有去学 你是连那个理论考过 都没考过 每天都骗我 老公明天我就去看 这个理论书 后天我就看理论书 一年 两年 两年 三年 五年 十年 完了 十二年过去了 还是没有考到 你是介意他没考过驾照 还是介意他把驾照给熬黄了 也都不介意 我就是说他 太了磨叽了 但是我们已经出来了 高高兴兴看完电影就OK吗 那怎么会高兴呢 他就是一直唠叨 一直讲这件事情 搞得你就是两个人不愉快 对 电影也没看成 我走了之后 他现在就是追也不追你 他现在就是 你觉得他默不关心了对吧 对 也不在乎你 也不是不关心 他以前那个结婚之前 搞这种离家出走的事情太多了 动不动就失踪了 我就 那以前你怎么去找我呢 现在就 以前我担心你啊 我说你是个小孩 我担心你啊 你现在怎么办啊 你问都不问我一下 我问你 问你你也不回我啊 他刚才这回答特有意思 现在你长大了 以前你 你觉得 你觉得他什么时候就长大了 他结婚那不就长大了吗 好 明白了 那你们家闺女算小孩吧 闺女算小孩 对 但是你夫人可说了啊 你对孩子也不好是吧 对啊 说说吧 怎么对孩子不好 他就是在家里就是玩手机 小孩有时候想跟他玩一下咯 他就丢一个平板电脑给他看 两个人一起玩 这个不能说我对闺女不好 我闺女最喜欢我了 回来就抱着你不放 所以我就有 有时候你说时间长了嘛 就有点烦 不然打发他呢 我就给他整了个平板 因为我平时就是 看电脑啊 干嘛要管着他嘛 这样不能 那么他就是 不管什么要求 他都答应 他也不想象对眼睛不好啊 是不是 一点都不顺心 那他就什么学点东西啊 他他寂寞啊 那些啊 是不是 就是你是觉得他 他对女儿的陪伴方式不对 是吧 对 他陪吗 陪伴的也少 怎么也少呢 我每天不是他出去玩吗 你哪里 就是我要求他 我要今天带我们出去玩一下 他就会去一下 我没有要求他就不会去 你就觉得他不主动 是吧 对 你还脾气那么大 你还打人在家里 我还是懒得讲你的 谁打谁啊 他打我呀 老子我这个脸都 一个星期不能出去见人 他第二天就跟我讲 哎呀老公啊 昨天我真是对不起 一般我就是性格啊 别人都说我的性格 平时还是比较好 但是一般不是 你是对人家比较好 对我比较苛刻知道吧 你不是把我 把我脸得给毛了 我才就是有点感觉 控制不了自己 但是也不会做得很过分 就是那一次 也许就是可能 随便弄一下 可能是手指甲 可能是抠到了 把这个皮抠破了 出了点血 他就一直记得这一回事 但是他也会道歉了是吧 没道歉没道歉 你不是说第二天 他跟你说对不起了吗 咋样的对不起 他不是发自真心的 是我要求的 你也够较劲的了 你们俩今天说的最多的就是 都是我要求的 是吧 好 还有别的吗 还有就是在家里 什么都不做 不做家务 对 你不做家务也好 他也不珍惜别人的劳动成果 你把家里 刚刚搞得干干净净 我们睡觉了 他就是在家里 也喜欢喝点啤酒 喝了啤酒吧 也喜欢配点花生啊 花仔啊 喝得一地都是 他也不会扫一下 感觉人好累 你累我还累累 我还怕你家打人呢 晚上 还有就是近段时间吧 不是 等等 你先别说 谁家打人 他打人啊 他动不动踹你两脚 踹我两脚是什么 你自己清楚啊 是你踹我的 我知道啊 我跟你前面不是讲吗 他有个习惯 就是喜欢喝酒 一喝了酒了 他就回来 就想找你说话 他不管你是不是 他就是吵你 吵到了之后 我就只有啊 我冷不住了 我只有 只有粘着 把他踹下去啊 对不对 他就说我就踹他 我打了他 我这喝了酒 我一不闹事 二不骂人 我又不跟人家扯蛋 我跟你说话 怎么不行 你不闹别人 你闹我呀 闹家里人啊 那就闹别人 跟着不合适啊 他们两句话都是对账 我喝了酒 我没闹你 我只想跟你说话 老婆说你是不闹别人 你闹我 老公说老婆也是一样的 你是对别人好 对我可不好 还有近段时间 就是特别让我输不了 前段时间就是 我娘家是农村 要输稻谷 现在她也在家里 时间比较多嘛 我也现在也没上班嘛 带小孩这样回去 帮下爸妈嘛 我就要她回去帮我 她就是不肯去啊 我不是不肯去 我说了那个 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我腰痛 做不了那个事 第二个呢 那个龙后我没干过 我说了我愿意出钱 给他们找人来弄 你没干过 你像我们残爱到结婚来 十年 可以守得清去过几次 不知道有五次没有 每次去她就理由 就是不去 感觉就是对我们娘家 不上行也感觉有点嫌弃 这怎么又扯到嫌弃上面 我感觉 你就是感觉 说白了你觉得 在娘家也没什么面子 对啊 特别是过年回去的时候 别人看到 又是一个大箱子 抱一个小孩 死生还要提点东西 她说你老公呢 怎么样 我说她没时间 只能这样讲啊 没有时间回去 春节都不回家 去过一次两次 我说了你妈妈那边 一帮她买个房子 买到这个城里面来 现在没买啊 住在那个山里面是不太方便 有时间您是没去过 她那个山里面 是确实不太方便 车都到不了 必须要走入深山里面 那这去的才有意义呢 车能到的地方 去不去也无所谓了 那所以今天你要来干嘛呢 我今天就来 就是她以后能够 就是改变一点 就继续过 要是改不了 我们就过不了 谢谢大家